出現許多的鳥類 牠們都和太平溪非常要好 有黑面皮露、皮皮、小毛露毛毛 這裡的環境真好 不過最近來這裡的人都把垃圾留在這裡 牠在這裡的環境變髒了 對啊,這樣子會有很多人不敢來這裡 恐怕連影都不想來了 都沒有那麼髒過,而且現在來的人 真的像在欺負我一樣,我好難過 這次年年來了,牠看到太平溪有好多的垃圾 嚇了一大跳,就跑去問皮皮、毛毛和太平溪 這是什麼一回事?太平溪怎麼變得那麼髒 現在來的人都不把垃圾帶走 都把垃圾留在這裡 而且現在都沒看到任何圖案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而且垃圾一天比一天還要多 啊!我想到一個好方法 就做一個告示牌 叫大家把垃圾帶回去 要看得起保持乾淨 自從告示牌放在那後 垃圾是有開始減少 不過有些民眾把告示牌掠過 連看都不看,真討厭 有些人看了告示牌 還說這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這樣根本就不夠 因為有些人根本就不想看 這樣可能垃圾又會成績 啊!這最後一種方式 我還讓大家知道太平溪多麼重要 來都會有一些的人到太平溪撿垃圾 來太平溪的人都不會把垃圾丟在這裡了 而且如果有人把垃圾丟在這裡 所以馬上會有人去警告他們 我終於媽媽被大家重視了 我好開心 嗯!家學長快幫到忙了 以後再有這種事一定要跟我說喔 謝謝爺爺的幫忙 讓我變得非常乾淨 在一起謝謝爺爺後 就和以前一樣 環境也非常乾淨 風景也是一樣的漂亮 慢一點慢一點 慢一點乾淨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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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嘩